为了响应世界粮食日也推动吃当即吃在地的食农理念 关山正农会特别利用美国学校内的厨艺教室 举办了2023大放异彩 关山艺文展演及食农疗愈餐饮推广计划成果展 以及世界粮食日洗食活动 农会期盼借由活动能够推广食农理念 也希望可以减少食物的浪费以及碳足迹的排放 在指导老师的教学下 参与活动课程的学员们 一步步的进行食材的处理工作 为了响应10月16日的世界粮食日 同时也宣导食农教育里吃当即吃在地的概念 关山正农会特地利用美国学校内的厨艺教室 办理2023大放异彩 关山艺文展演与食农疗愈餐饮推广计划成果展 继世界粮食日洗食活动 借由办理多项活动的过程中 让参与的学员可以展现自我的同时 又能够认识食农教育的目的 明天是世界粮食日 我们不浪费食物选择当地又当季的食材 今天是烤米粉选择当地的香菇 洋葱高丽菜还有猪肉 做成这道料理 今天办这个活动呢 主要是透过我们农村水保署台中分属的计划补助 我们办理这样一系列的烘焙课程 今天为什么要办在10月15号 主要是因为明天10月16号是我们的世界粮食日 希望由学员和老师我们一同来响应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就是要让我们吃在地吃当季 也符合我们这个计划的主题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让大家了解说 我们现在是要剩食的问题 还有灵饥饿的问题 参与活动的民众不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 都化身成为料理达人 将凤梨红乌龙酪梨等在地食材进行结合 做出了素道的美味料理 观山镇农会也期盼 未来能够持续办理相关的课程 让食农教育的理念可以升职民众心中 接着陈建林观山镇报导